两位韩国直播主在印度的直播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8月28号 两位韩国直播主在前往印度火车站的途中 在街道上打开了直播 可能是因为穿着有点漏的衣服 所以在直播中能看到有很多男生围绕在他们身边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担心 反而还挑起了性感舞蹈 甚至还做出了这种动作 所以马上就吸引了更多人观看 看直播的网友们都说 太危险了马上离开吧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离开 反而坐在地上继续直播 他们表示 我们不只是为了气球来的 直接想要给大家播放有趣的内容 至于我们的穿着 本地人说没关系 导游也说没关系 也得到了火车站工作人员的允许 我们也是非常害怕 我们真的是鼓起了勇气 这里人多 所以犯罪率当然会很高 我们会守住底线的 相机会保护我们 谢谢你们的赞助 但是根据媒体报道 印度平均一天会发生77件性犯罪事件 而像火车站公车站这样的地方 不管人小还是人多 都常常会发生那种事件 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争议 不就是为了钱吗 勇气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 一个疯子突然想对你们做坏事的话 其他人也会突然转变的 真的是无脑 丢光了韩国的脸 就算发生什么事 也不要向韩国大使馆求救吧 对于两位主播的印度直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